大家好,老陈今天讲世界末日你该信谁的故事 天空都是火焰,战场上子弹乱飞 约翰要求杀了他,太痛苦了,醒来都是梦 男主叫科特,35岁,他是核战中活下来的 受了战争创伤,镜子里会出现幻觉,也会有幻音 几千年的进步,30天就毁了,全球陷入了混乱 白胡子格林发表言论,有疯子控制核武器 战争带来了污染和辐射 核武器的使用导致地球出现了偏移 引发世界末日电子风暴,烧光大气中的氧气 男主测试了一个防毒面具,发现没有效果,去找店家 白胡子格林送了男主一本书 如何在世界末日中生存,防毒面具只是橡皮破了 你修下就可以用 流氓来抢白胡子格林,拿走了所有的钱 压白胡子到外面揍,男主在外面遭受了攻击 被打得吐血,但是不还手 电视里播放整个社会开始缺电,缺资源 海啸和风暴开始袭来 白胡子宣称,大气层被破坏 全球将会有电子风暴,摧毁一切 男主出现了幻觉,小时候的他出现 提醒约翰还活着 男主去保安公司找工作,需要钱,需要物资 金发美女杰西卡招待了男主 老板是杰西卡父亲 需要男主这样有军队经验的人 希望男主能够刮了胡子,整洁一些 外面雷声笼笼,男主又做噩梦 杀了约翰,感觉房间里有人 连开几枪,竟然是约翰 举枪顶住他,你到底是谁,这不可能 约翰建议男主去找个女人放松下 然后消失了 男主开始上班 老葛让男主记住,这个房间不能来 同时男主根据书籍的资料建造地下避难所 储存食物 一到闪电,全城都停电了 鸟也不见了 男主问杰西卡项链为什么是圆圈 因为杰西卡空虚,感觉生活空空的 尤其在这个世界末日 杰西卡让男主当心老葛 因为他是父亲的黑手 老葛来警告 不要和杰西卡太接近 路上几个流氓又找男主的麻烦 拔枪顶着男主 男主一手多枪扭了他的手 吓跑了这帮混蛋 白胡子格林告诉男主 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 格林团队做好了准备 枪和食物 三天后山上避难 希望男主能来 人们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 政府到处宣传只是普通风暴而已 男主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地堡 将物资搬入地下堡垒 杰西卡突然来找男主 公司里钱不见了 老葛认为是男主偷的 杰西卡发现男主在造地堡 希望男主坦白 是不是你拿了钱 男主什么都没说 问他 我用爱情证明没拿 两个人没有滚床单 因为没床滚了地板 杰西卡太空虚了 喜欢被男主要要要 男主卖了一切 把房子变成了地堡 杰西卡欣赏了地堡 打开地下舱门 但是水不够 因为杰西卡也要来 男主希望杰西卡不要透露出去 因为政府不让大家这么做 等杰西卡离开房子 老葛登门拜访 老葛认为男主偷了钱 还拿尖乌杰西卡威胁男主 男主偷偷地录了音 白胡子格林 他们出发了流氓来打劫 要抢劫所有的物资 男主关闭了周围的照明灯 直接开枪射杀了几个流氓 让剩下的人滚蛋 天上红色闪电 这种杀人的恐惧又来了 其实男主并不喜欢杀人 这天有人来敲门是杰西卡 打开门 老葛杀了进来 打晕了男主 等男主醒来 发现被关到了疯人院 还有太阳照射 眼睛难告诉男主 白胡子格林是诈骗犯被捕两次 他不是先知 世界末日不存在 风暴是破纪录的 但是风暴已经结束了 你看太阳都出来了 因为你经历战争创伤 是不是经常有视听类的幻觉 格林剃了胡子出现了 告诉男主 政府说的都是谎言 你走后 警方没收了车上所有的物资 风暴没有结束 现在在风暴眼里 为了感谢你会安排人来救你 三个流氓来找男主的茶 拿着电机器电翻了男主 一个黑哥们冲了进来 打翻了几个人 让男主快走 外面风暴隆隆 男主回家发现地堡安然无恙 没有被发现 地下室里男主整理好了一切 约翰又出现了 让男主别去 你这是自杀 男主只能抱歉 没有救到约翰 你一直都是我的幻觉 风暴要来了 男主想去找杰西卡 小男孩的男主出现 用父亲的话鼓励男主勇敢 必须勇敢 男主到公司射杀了两个守卫 老板很奇怪 全程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问杰西卡在哪里 因为喜欢他 没偷你的钱 老葛进来拿枪指着男主 男主拿出那天老葛的录音 要监污杰西卡 老板明白了 是老葛偷了钱 老葛射了男主两枪 随后杀了老板 最后男主射杀了老葛 因为男主穿了防弹衣 人之初性本善 随着贪念 随着世界末日 一切都变得残酷 风暴太大了 男主爬着回到了屋子 杰西卡竟然在地包里 杰西卡抱着男主痛苦 外面太恐怖了 彼此安慰爱爱吧 所以世界末日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女伴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 点赞 谢谢